这一路走来我都记得自己非常清晰的角度 现在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多信念 我很想说就起码能有一个角色 能够让大家在将来像我们现在在去收看黑白电影一样 觉得很经典一样 就是能够留给大家 但是为了能够得到那一个角色 可能我就需要不断地去磨练自己 有一些角色还没有演到 会不甘心就是说要回家养老这种事情 那有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累 也会想说 哎呀就要不就回家 然后种种地啊 放上菜园子啊 然后也到了就是26岁这么一个年纪啊 也会去想这些吧 但是反过头来一想 其实演员这个工作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得了的 小范围的来说是你的工作人员 然后大范围的是公司 然后再放大就是你的支持你的人 喜欢你的人 所以不能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太累了 我放弃吧 其实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表演的 对而且非常享受在创作完每一个角色之后 然后大家看到钱的那种期待 让你整个人都热血沸腾起来 就觉得会有新鲜的我带给大家 007它是一个 刚开始大家会觉得有点烦 因为它特别明媚 然后每天就看着渤海的画报 就在那边对它饭花吃 到后来 后来拥有了一个手环之后 然后就就有了很多桥段 那个姥姥对《倩女幽魂》里面那些片段 还是一个脑洞非常大又很善良又 带来烈烈的一个女孩 更多的是我付出的能量在角色上面会比较多 就是多到如果再有新的角色 不知道该从哪里去输出这种能量的感觉 但是也有一些角色 也有一些戏在拍着拍着 你就其实就等于是经历了这个人的一个人生 拍着拍着其实也会收获很多 就是当你看完一次剧本之后 包括像这次007 它里面有很多关于清醒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清醒就会很快让我联想到我自己的家庭 所以其实也有角色教会我一些东西 是我在艺考的时候 当时只是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 做舞蹈演员就是当时感觉就进到团里面之后 就是找不到自己能够去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些地方 一般我们都是属于那种被选的 就会放在一边 然后你会去学这段舞蹈 但是你不一定能上台 所以当时就觉得每天都过得好像在虚度 也是在考场意外的就考了上系和中系 然后后来就考上了 表演课第一节课是大家要自我介绍 然后要讲表演是什么 要问大家的愿望 就说那你们学了表演的你将来是要做什么 老师让我们男生女生面对面 就是看彼此的眼睛 我就一直不敢看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比较害羞 会比较内向 老师就让我一个人站在那个表演课的教室中间 然后让所有同学都在下面看我 然后让我找出就是让我能够不紧张的办法 我就在那一瞬间自己找到办法之后就喜欢上 我会很想去游乐园 因为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迪斯尼 然后就很想去 我不管是哪里的迪斯尼 我都没有去过 对然后最近想到的就是 等如果说这部戏拍完了 然后回去的话 可能在上海或者在其他地方 就想去游乐园玩一下 不管是什么游乐园 反正去游乐园玩一下 就是自己说过要做到的事情 都会尽力努力地去做 可能你的30%或者40%的天赋 再加上60%的努力 我就比较倦流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也是这种执着 和这种比较倦一点的劲儿 能够让自己有一股拼劲吧 对 其实戏一下来的时候 就也能是自己 其实就从片场走出来 然后包括只要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或者除了拍戏之外 像拍广告也好 杂志也好 其他的也都能够去做自己 就是包括我跟周围的人的相处 其实也都是我自己本身 对 所以就还好 我觉得不会太难做自己 因为做自己都26年了 应该不会因为一个角色 就立马不是自己了 首先我觉得要遇到一个你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 你愿意为他去走不出戏 当然也有要遇到好的对手 好的导演 好的团队 然后整个一个大的环境 都也能够帮到演员去完全进入到这个角色 我觉得像电影电视剧 就是能带给大家的 就是可以去改变一些 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很想能够有机会出演这一类的影片 和这一类的角色 能够让大家看到的不单单只是剧情 或者可能是电视剧里的两个人在谈恋爱而已 不希望就只是这些 希望看完之后 大家能够对生活有所反思 或者说是对我们社会上可能看不到的一些群体 会有一些感触 希望能够遇到让自己有突破性 然后就最好是走不出戏的那种 可以去为他付出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角色和剧本 极致的话可能还没有 但是尽自己所能 有一股拼劲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